東東泡芙內顯發霉 一塊一塊綠色霉斑 實在讓人難以下口 但根據包裝上的保存期限 上頭日期顯示 可以存放到2024年9月1號才過期 沒想到卻出現發霉的狀況 泡芙來自鋁合泡芙之家 台中知名連鎖店 曾多次榮獲台中十大伴手禮獎項 發生這樣的狀況 不少民眾都很驚訝 發霉泡芙是民眾六月九號 前往台北車站的快閃電購買 發現有梅班六月十一號 帶到門市反映 接著標示民眾購買的是加盟店 也定期將同T號產品下架 加盟組的部分 因為三到五月 就是有一支急欠 就是總部的貨款 終止跟他所有的合作關係 那我們也都沒有再繼續出貨 販賣這些貨品的話 可能是他原本就是他有的庫存 發霉泡芙這件事情 總部事於就是說前兩天 他們跟員工有勞資糾紛的時候 他們勞工於我們的評論上面 就是發表這個東西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後續會再就是繼續追蹤 現場隨機抽查 泡類產品及其原料 皆為發現花霉情勢 製造廠所計查結果 有作業廠機環境為保持清潔 產品為離地存放等缺失 以真理業者的現行改善 台中實案處也前往機查 並無發現發霉情況 後續將會無預警前往復查 如復查結果仍不合格 將依法採取六萬元以上 兩億元以下罰還 下面是我們的商品友 謝雲珍 台中採訪我到 Lau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